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草莓肉Def 今天來簡單講一下SP的攻略流程 那其實這邊我沒有打算說要做 隊伍的配置 因為每個人隊伍的練程 練度裝備不太一樣 那我這邊是就打法上面 還有一些可以去做 優化的部分去做講解 那這邊平均練度已經大於110了 所以也就是說 你能夠上你最大強度的船 就盡量上 因為這邊的敵人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痛 所以我沒有任何的 優勢的配法可以幫助 就算我配出來了 可能你沒有這艘船 你可能也沒辦法去做應用 所以就是用你們的基本的 模式去配吧 相信如果這個等級大概是打到12張以上 已經是12張等級的一個戰鬥力了 那如果你還沒有推到12張的玩家 可能在這方面會很吃力 那本來這個東西就不是給新手去碰的啦 那就是給老手或是進階的玩家去做的一個挑戰 好那非法不足說 我們來進入我們SP的一個正題吧 好簡單來介紹一下SP的玩法 首先進入SP一樣是屬於手槓的一個模式 那生理條件這邊有寫 當然我們要達到最高的點數 要保護它到10點以上 也就是所謂的只能被清洗兩次 好那這邊的打法是這邊有兩個 各兩個一個升船的一個地方 那每一個升船的地方可以打兩次 打完兩次之後它就不會再升船 所以我們目標是打贏這兩個地方各兩次 所以最低總共四戰 我們就可以贏得這個SP的勝利 那中間會不斷的輸船 那每一回合船都會移動 甚至還有潛水艇 敵方潛水艇也會每回合會移動 那正如這邊所說的 這邊會有一個開關 踩上去之後這邊會鎖起來 那正常的模式我們要求 在7步以內要站到敵方的升船鎖 這個地方非常重要 要7步以內 所以正常情況來說 你滿邊的船 基本都會有三格的路線 那在這個模式1的情況下 就是這邊沒有船 然後右下角也沒有船 這是最容易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只要 偷看一艘船 先走到這邊 好一次 全部船會移動 再來呢 這邊會升船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站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走到下面這個地方 好鎖底 沒錯 這個潛水艇會升出來 這邊會升船 再來是這邊也會升船 所以這個升船點 千萬不要踏上去 好再來就直接踩點 敵人一樣會移動 好 進去 進去之後呢 就再也不用去理會他 好我們換第二個船 切換到第二個船 一樣都是走三格的路線 記得這個潛水艇它會潛水 所以它理論上是在這個附近 你看不到它 你不要呆呆的 笨笨的就走上去 我們通常是走右邊 好一次 好這個船 進來一次 好我們被扣一次了 可是我們還有11耐久 好第二次 好船繼續移動 剛好在前面了 好第三次 所以總共是六步 好六步的情況下 我們還有港口 耐久度死 所以在每一次的作戰底下 敵方都不會移動 因為我方沒有移動 所以敵方不會再移動 我們可以連續作戰四次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最大的點數 接下來如果我們再移動一次的話 這艘船勢必會靠上去 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七步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七步 第七步以內 就要踏上他們的 這個特殊的生船點 好這個是模式一 好再來是模式二 模式二 多了一個地方是 這中間會有一艘船 這艘船也會直接往這個洞口 開進 所以這邊的路線可能 在選擇上面要特別的注意 那上下這兩個是固定一定會出的 所以我們沒辦法去理它 那這邊走法是比較特殊的 一樣先走到這個開關前面 一步 好接下來這邊會出現那個 敵方的潛水艇 所以我們無法再多走一步 所以我們盡量再走到上面 好兩步 好千尋頂出來 那我們無法 不能直接點 所以我們只能點到 它的下面 好三步 好第四步踩上去 好我們也被進攻到一次了 好現在是四步囉 接下來是換另外一隊 好第五步 好第六步 好了第二步我們是要死了 假設我們只有走到這邊的話 是第七步 第七步這個地方會靠過來 所以我們第八步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炸我們的港口 所以我們港口就會在9 所以我們一定要第七步 就要踩到人家的這個生存點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第八步才踩到的話 那表示你一定會低於這個奶酒度 好所以是另外一個 模式二的情況 好接下來是模式三 模式三就是 右下角這邊出雷燒船會擋人 所以我們無法通過這邊 那其他地方都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走這條路徑呢 這邊會出潛水艇 所以你會 強制戰鬥兩次 這也不是明智的選擇 所以我們最能夠打的話 就是直接打這艘船 可是在三個的情況下 我們打不到它 因為三個無法打到這艘船 所以我們必須要四個 才能打到這艘船 那藉由四個打這艘船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從這邊再走 一二三四可以走到我們這個 的生船點的前面 所以一樣我們可以用三次的 步數來走到我們的生船點 那上面的地方一樣 用三步去走到生船點 所以 怎麼樣製造出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到的 航數問題 好接下來來講解一下有關 航數的問題 在講航數的計算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航數的差別 那首先是驅逐的部分 驅逐大部分都在40以上 航數在40 那法國驅逐跑特別快 還有54 那基本遇山加也是超過45以上 基本上有改造的船 改造的驅逐都會有45以上的速度 那鐵血還有其他 基本上也都在40附近 很少很少會有地獄40的驅逐 那再來輕巡的部分 那最快的是這個神通這兩隻 他們會有35 那大部分 絕大部分 八成以上的輕巡 大概都是在32或是33左右 他們其實還蠻穩定的 那最慢的就是這個海仙這種組合 易仙只有19 那改造完的雙海 頂多就23 比重巡還要慢 那重巡高雄的系列 高雄四姐妹他們的行數都有到31 其實算是蠻快的 那基本上一般的 美巡也好鐵血也好 一般重巡大概都落在26或25的之間 那最慢的重巡就是屬於德意志這個系列 只有22 是非常慢的 好的 再來是正航的部分 正航其實大部分的速度都在33以上 那最快的就是五航跟二航 他們都有34以上的航數 那大部分的正航都有33 那特別提出來的地方就是 赤城只有31 然後光輝跟勝利 他們都只有30 反正同一系列的船 基本上他們的航數不會差太多 那加賀最可憐 只有28而已 輕航的部分 客跌級的輕航其實很快 有31 基本上快跟輕巡差不多 那比較多的輕航大概就是在28到29 那尤其是翔鳳 改完之後有28 那這個Ranger先生有29 應該是算蠻快的 比較可憐的是 UNICORN 雖然很泛用 可是他航數只有24 其實在面臨到 這個航數要求的地圖的時候 他其實是比較弱勢的 那還不如使用這個翔鳳 他可以跑得比較快 那CHESA也是68 那其他兩隻 但是作為輔助位的工作艦 航數也是低的可憐 簡直跟易仙沒有什麼兩樣 好 再來大部分的巡戰 巡戰他們的航數基本上都超過30 那最快的就是胡德 然後鐵血的還有法國的 都有大概31 那金剛級的還有叢英級的這些戰巡 也都有到30 接下來是戰艦的部分 戰艦其實 只有幾隻是超過30 像鐵血的鼻子賣這兩隻是30 然後再來是法國的 大家家還有我們的浪巴爾 他們大概32 那這個科研船 喬治亞它有33的航數 其實還蠻快的 頂級的航數大概就是這幾艘了 再來一般的戰艦都是在28 像什麼君主啊這些華盛頓 那接下來比較慢的地方就是 像長門只有25 再來QE跟驗戰只有24 大七系列會越來越慢 大七系列會只有23 日向也是23 還有三成他們也都是23 再來美國大七只有21 美國的大七以後都是21了 非常慢 最慢的就是三立了 只有18 比易仙還要慢 重點是剩下這些砲箭 砲箭固平實力就是 固定發射台嘛 所以他們的航數基本上非常的低 那為了要補足這些樹立上的差距呢 有兩個設備可以用 一個就是這個陀螺儀 還有一個是鍋爐 他們強化到加持之後 都是可以增加樹立8的一個 輔助道具 然後接下來來講一下 這個移動步數的一個公式 那首先這邊X是我們移動的一個 計量 那他是由艦隊平均行數 再乘一個係數 就是你艦隊總人數 減1乘0.02 然後去用1去減剩下的一個 基數 那算出來的結果 如果X小於等於25的時候 走2步 那介於25到26走3步 大於36會走4步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走4步就是最高上限 要到第5步的話 你要配合貓咪 那這邊有一個貓咪是 當有3隻驅逐的時候 會直接加1格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隻子貓 那隻子貓是說 附近有敵方的驅逐件 可以多加1格 不過那是要配合地方 配合場地的需求 那這隻貓是直接你配好 就是直接加1格 那這要怎麼算呢 我們可以算出 這個先列出來你的隊伍 那你可以算出平均的行數 那平均行數 大概我們這邊算出來 是35.33 那因為5-1乘0.24 最後都是0.9 等於說我們上滿船的話 我們會被打9折 整體的行數會被打9折 那如果是我們要大於30的話 那我們最低的平均行數 是要多少 那就是把36反過來 除以0.9 就是我們最少 平均艦隊行數要大於40以上 我們未來算出來是x 才會大於36 那40跟我們這個35.33 這之間的差距是4.67 這個是平均 那我們要算回去6折船 所以乘以6之後是28.02 所以我們整體的艦隊 還缺了28.02的行數 就可以補到平均40以上 那這要怎麼補 我們可以前面看到說 那個加速道具 每一個都可以加8 如果你加10的話 加8的行數 所以8是32 多加上去之後呢 我們的平均行數 就可以提高到40.66 就算被打9折 我們還是有36.6 所以可以大於36 可以走4補 這是一個 比較嚴謹的一個計算方式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可以換其他的方法 剛剛那是多一個神通嘛 那我們配合金貓要走5步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換上去一隻驅逐 當你補一個驅逐的時候 相對你的基本行數也會提高 所以你可以少用一個 鍋爐加速道具 那這邊我們算出來的結果是 40.5 然後最後 X大於36 所以配合一隻貓 我們可以走5步的距離 當然叢鷹很脫台前的 吃喝本來就很慢 然後長門更慢 所以這個地方已經算是 很慢 就可以拉起來的一個方式 那你如果 組出一個平均艦隊行數 本來就很高的隊伍 甚至不用到三驅逐 都可以走到四步 像這種戰巡啊 正航的 然後一個輕巡 再配兩隻驅逐 基本上 設備不用用太多 也可以走到四步 這個是基礎 基本的一個算法 那你會解釋說 這個 這麼精密的算法 其實 很難算 那 你給你一個大方向 就是 一個驅逐 可以拉一個戰巡 或是一個陣行 因為驅逐 起碼就40以上 45 那你平均把 多出來的5 補給這個戰巡或是陣行的時候 他們大概就會超過36 大概38 3839 之類的 那 基本的 輕巡 原本就是33 32 你補一個 這個 航數給他8的話 基本上也快到40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可以用兩個驅逐 去拉一個重巡 或是拉一個戰艦 因為他們平均航數大概26到28 所以兩隻驅逐 可以補上他這個基本的航數差 就補一台而已 或者說 你有一台重巡 或一台戰艦 你可能就要補上 兩個加速的設備 這樣你的 平均航數才會被提高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說 我們今天要配什麼隊伍 我戰艦有幾艘 我需要有幾艘的驅逐去拉 那我需要 額外再添購 或是裝配置多少的 加航數的道具 大概你心裡就會有個底 那加減 拿捏格幾次之後 你就會 算出可以走到四格的一個方式 好 通過裝備配置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艦隊已經可以走四格 一二三四 所以面對到右下角 有出生怪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透過一二三四 直接 踩在他身上 好 另外一邊 這個通過三驅逐 可以走到五步 一二三四五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衝到對方的主堡前面 好 完成兩步 兩次 兩回合就直接 燒到人家主堡的 的面前 接下來這邊也是一樣 好 打完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 走到人家的旁邊 好 這時候已經被炸了一次 好 再踩上去 所以我們總共花了 上面的五步 加上我們底下三步 所以總共是花了五回合 走到人家的設施前面 所以 冰貴神速 所以 你走得越快 你能夠受到的傷害越少 好 上面所說的就是 兩船並進 同時 擊破的一個模式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可能你沒有那麼多的船 就是如果你要湊兩隊 都要120的話 可能 在時間上來不及 那另外一種解法 一樣 你可以配置一隊 你最強力的 隊伍之後呢 盡量能夠配合到 走四格 至少你要配合到四格 他能在七回合以內 走完所有的 兩個特殊點 那這種打法是 千萬 那右下角 不要有船 那如果有船的話 你就 重新吧 撤退再進來吧 那這打法就是 配合一個人 踩這個點 踩上去之後呢 所有的船 都不會從這邊經過 他一定要從後面繞 所以這樣子會大幅 降低他們的行動時間 接下來就是 靠我們走四步的船 不斷的去 去逼近 好 這邊已經被扣一格了 好 這邊打完這個點之後呢 繼續往前進 好 已經被扣十了 不過我們可以接近到 最後第二場 第二個珠寶 好這樣就完成我們 今天的一個 一隊 打完兩點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你用三步的隊伍的話 可能 來不及 因為走三步實在是 距離太短 所以應該要走到四步 才有辦法 好最後這邊 總結一下 從這個活動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移動的 步數上面 有一個蠻大的優勢 那就是所謂 冰櫃神速 當我們擁有 更多的移動格數呢 我們可以更有優勢 搶先敵人 提早去做出 移動 出擊的一個手段 那可以幫助我們 省下比較多的 不必要的傷害 那未來 可能這東西 也可能 會被 加強應用 那你 藉由這次活動 來了解一下 一些基本的 移動格子上面的 一個配置 那未來活動 肯定會越來越難 你們相信 你們也看到劇情 後面的 新的 已經被啟動 那個 肯定是 更誇張的 所以你們必須要 加強地的裝備 加強地的練度 然後 該用的 前腿挺這些東西 也開始逐漸被重視 所以希望 各位要 多加油啦 好啦 我們 下次再見啦 掰掰